忽必烈见多迹 微信 I D E Y E O N H I S T O R Y 公元一二一三年秋 成吉思汗徽军南下 十月兵围中都金北京 围城达五个月之久 中都城军民恶死者十四五 金轩总作困愁成 无奈之下 只能派大臣求和 以献出齐国公主和亲 缴了大量金银和五百同男同女 御马三千匹为代价 换得成吉思汗退军 为了不再次忍受 城下之盟的耻辱 一二一四年五月 金轩总不顾元老重臣 和市民的反对 下令迁都南京金河南开封市 做了六十一年 中国北方中心的中都城 被他的主人抛弃了 金轩总迁都四年一二一五年 城吉思汗兵分四路南下 将金中独围的水泄不通 守城大臣完颜成灰无力回天 只得自杀 在蒙古郡梦宫之下 中都城终于陷落 一座宝库向一群掠夺者敞开了大门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城吉思汗一千一百六十二到一千二百二十起 城吉思汗纵容军队对中都城 进行了疯狂的抢掠和破坏 蒙古兵碎入中都 利民死者慎重 攻势为乱兵所焚 火跃于不灭 因为火势过大 连城吉思汗本人 也已经无法驻扎在旁边了 而是率军退驻于长城外侧的多轮附近 当蒙古军保利而归后 中都城已经几乎被彻底毁灭 难以再称得上是一座城市了 此后几十年间 虽然这里被改为燕京 成为蒙古汉国治理汉地的治所 但其残破的景象一直没有改变 可怜一片繁华地 空间春风长绿后 蒙古汉国是以军事征服立国的草原帝国 对于城市经济极不熟悉 在燕京的历刃打鲁花翅 段士环 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只知道搜刮共赴 对于恢复城市 安吉黎民并不拙意 燕京似乎难有出头之日了 直到蒙古统治燕京半个世纪后的1264年 新一任蒙古大汉 开始在这里大兴土木 一 库碧烈是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汉 是成吉思汗的孙子 但他与祖父以及前几任克汗不同 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征服者 他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 一个伟大的建设者 他不但要继承祖父用铁骑踏出的帝国 还要成为中华皇帝 在亚洲的其他地区 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 在中国 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 既然要作为中华皇帝 那么都城便不再适合设在蒙古高原 在忽必烈之前 帝国的中心是蒙古高原 都城在烙尔魂河岸边的哈拉河林 这是一座典型的草原都市 由温阔台汉语1235年建成 那时的蒙古帝国的疆域西到东欧 西南抵达伊朗高原 北部南阔部分西伯利亚 东部直到库叶岛 南部则与南宋以怀河为界 河林城正好处于较为中央的位置 利用四通八达的一岛 可以有效掌控各地 而到了忽必烈时代 因为和弟弟阿里多哥的争类之战 蒙古帝国分裂 我扩台 查核台韩国已经成为底国 河林城就几乎成为边赛 首都再设于此 明显不合适了 元氏祖忽必烈1215到1294 因此 1260年忽必烈称汉后 将自己于1256年建设的开平城 今天内蒙古西邻国勒正南际境内 鸾河河沿岸改称为上兜 作为自己的多城 上兜是北街哈拉河林 南通中原地区的要塞 符合当时的忽必烈统治区域的管理 但是 既然是皇帝 那么 正统问题十分重要 必须灭掉以正统自居的南宋 才能名正言顺 而随着灭亡南宋提上议事日程 也就不得不考虑日后如何治理江南地区 尚都有显得较为偏远了 枯碧烈麾下聚集了当时多个民族最优秀的人才 而各民族的京京都全他定都于 幽烟之地 蒙古贵族罢吐鲁认为 幽烟之地 龙磐虎聚 形势雄伟 南孔江淮 北连朔木 且天子碧居中已受四方朝禁 大王贵欲经营天下 驻碧之地 非烟不可 汉祖谋臣好经则认为 焉读东空了解 西连三境 背负观灵 看灵何术 难免以立天下 而色慕人亦黑蝶儿 也建议在燕京整修宫殿 以作首都 原上都已指于是 在1264年 枯碧烈开始了营造新都的举措 在中都旧城东北郊外的琼华岛营建宫市 并着手修缮燕京旧城 打算在此定都 仍名为中都 但是 旧燕京城早已残破不堪 宫市进城废墟 修缮比重新铸城耗费还要巨大 另外 旧中都的水源主要靠西连花池水系 早已严重不足 再加上考虑到南方北运的粮食 曹运只能到达通州 若要从通州向旧中都开曹运河 却又有海拔高出20余米 河水无法引出的难题 于是 在1267年 枯必烈接受重臣刘炳中的建议 放弃中都旧城 在东北郊外以雄华岛为中心令建都城 仍称中都 而总工程师 便是刘炳中 刘炳中1216到1274 向新都城的执行者刘炳中 是一位传奇人物 他是河北行州人 自仲慧 楚明侃 言清时曾隐居被僧 又名字聪 1242年 随禅宗宗师海云法师 北上到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论道 因为博学多才艺而被忽必烈看重 从此留在忽必烈身边 备受宠刑 不但在军国大师上 忽必烈对其言轻计从 在城市建设上 更是对他极为倚重 当初修建上兜时 设计师和总工程师 便是刘炳中 他选职于 玩水之洋 农岗之洋铸城 认为两者合为重洋 是最为吉祥之地 果然 忽必烈在上刀登基后 一路顺风顺水 击败了所有对手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因此 新都城的修建 刘炳中仍是总设计师的不二人选 二刘炳中和他的学生间副手锅手镜 赵炳温都是宝学之士 精通勘诀之学 对他们来说 新都城不仅要宏伟壮丽显现皇家为夷 还要符合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以及礼法传统 刘炳中等人考察前代 发现辽南京城城方形 周城二十四里 外城四面城墙共开八门 皇城在外城西南域 这显得规模太小 而皇城未能居中 不符合传统礼法 金中都城按照清明上河图中的 北宋都城汴梁 开封建造 周三十七余里 进正方形 共十三个城门 其皇城偏在西部 这要比辽南京宏伟 周正德多 但仍有瑕疵 辽代社南京时并未卓以建设 而金中都则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 碍于原有格局不能尽情发挥 而新都城则几乎是白手起家 自然可以放手去做 于是 他们决定严格按照周历考工计中 对于天子之城的规划进行设计 辽南京城平面布局是意图在建城以前 刘炳中等人先进行了详细的地形测量 然后拟定了一个全城的总体规划 新都城整个都城以积水潭 太叶师为中心 外城为方形 九经九尾的道路 前朝后世 左左右舍 轴线分明 太叶池以东一带建工程 设符合德水北上 藏风四肢的堪于原则 而工程 府衙则与天上新陈布局对应起来 皇城对应天上的中心紫薇园 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机构的中书省衙 因其位置处于紫薇园之次而被安置在皇城的北面 主持军务的说秘院被安置在皇城的东侧 在吴曲星之次负责监察的御史台 则被安置在了皇城的西北面 在左右执法天门上 这便是天人合一 原大都平面布局是意图 工程选址完成后 则以大内南门对准外城南门外一棵大树 来确定全城的王脉 也就是中轴县 这样工程的中心正好位于中轴县之上 而城门的建设也按照天地之术 扬其阴偶的原则 建十一门 不开正北之门 置于城去 则按照大眼之术五十的说法 共建五十房 象征着天生地成 阴阳和德 相对的城门之间 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 城内街道纵横竖直 互相交错 天驱寺宽广 九轨可并直 街道皆有统一标准 大街宽二十四步 小街宽十二步 日后 当马可波罗来到大都时 站在城墙上鸟看全城 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一个人若登上城门 向街上望去 就可以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 在城里的大道两旁 有各色各样的商店和铺子 全城建屋所占的土地 也都是四方形的 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 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 来建造美丽的住宅 庭院和花园 各家的家长都能分得一块这样的土地 并且这块土地可以自由转卖 城区的布局就如上所述 像一块棋牌那样 整个设计的精巧与美丽 非语言所能形容 原大都土城已只待到测量设计完毕 至原四年1267年正月 新都正式破土动工 而在动工的时候 首先在地下铺设了下水道 安装了排水设备 然后在地面上根据分布区的布局 施工兴建工事圆圆和住宅房屋 当年金中都的修建 动用了民服八十万 兵士四十万 人工量已经极为惊人 但与这次住城相比 就小屋见大屋了 从各地而来常住工地的工匠 军队自不必说 因农时而只能按气节 前来书役的民夫就极为惊人 按当时的记载 仅至元八年1271年 在住城工地上劳动的民夫 就达一百五六十万 而新都的修建 则进行了九年之久 所有人工加起来 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毫不为果 难以计数的民夫 在这座大工地上辛勤的劳作 具体负责指挥施工的是 汉人张柔 张宏略父子 以及公募尚书段天佑 而蒙古人也素不花 色墨人亦黑蝶尔 尼泊尔人 阿尼格等人也参与其中 尤其是亦黑蝶尔 身为查蝶尔鱼 朱瑟人将总管府达鲁花赤 主持修筑宫殿 这位来自阿拉伯的建筑师 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藏族建筑 伊斯兰建筑 以及蒙古民族习惯相结合 修建了独具特色的宫殿群 如工程中众多的温室 玉室 顶殿 宗茅殿 水晶殿 魏吾尔殿等殿宇 便是出自他的设计 这些有着异域风情的宫殿与大明殿 延春阁 玉德殿等中原宫殿建筑完美的融合 这些构成了金帝道日 玉宇连云 千门万户 穷红深邃 如灯金马 利欲解 灿烂壮丽 未有过其佑者的皇宫建筑群 而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 则负责修建了皇室的佛教寺院 规模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 其中的白塔至今仍存 在中国历史上 既严格按照周理建成 而又融合各国建筑风格 是两者相得一掌 可说是仅此一家 至元八年1271年 忽必烈正式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人 至元九年 忽必烈更是定新都名为大都 在他心中 正在建设中的新都 一定要配得上自己大支质业的王朝 至元十三年1276 经过九年的努力 大都终于完成了大体施工 而今天北京城的雏形就此定型